十二年前,电视剧《粉红女郎》捧红了刘若英、胡冰等众的明星 8月23日,电影版《粉红女郎》也将在全国上映 今天下午,该导演攜带七名主要演员亮相在深圳广电集团 和大家分享他们拍摄的心得 《粉红女郎》深圳媒体见面每一开场 《俊仔俊女》的阵容相当养眼 导演五中得介绍,电影版《粉红女郎》并不是电视剧版的续集 而是全新创作 希望她能演出甚至说出所谓单身者的心声 这部充满《笑料》的喜剧电影中 导演的选角亦很有意思 众人眼中风情万种的张轻瑜 但就扮演了个男人婆 而《笑料》白出的《结婚狂》就毫无怨念地 由搞笑天后阿雅来扮演 对大营幕来说,我真的还是一个新人 然后像很多人觉得《鲜瑜》应该是要演《万人名》 可是她演的是那个男人婆 那其实我虽然是真正的外人名 但是我也觉得 《粉红女郎》中的六页之一 胡冰已经是第二次参演《粉红女郎》 并和《结婚狂》有对手戏 当被闻到两代结婚狂 《刘若英》和《亚雅》哪个更漂亮的时候 胡冰的回答令众人大跌眼镜 阿雅比较美 我就会不想结婚 因为我在《七里》跟《刘若英结婚》的时候 好像没有那么闷闷 然后在跟《阿雅》结婚的时候 就觉得 你两个个性 一个比较烈闷闷而弹 一个比较闷闷而弃 年代秀節目當中與觀眾見面 敬請關注 民生記者報導